山陀儿沙到家门口 越晚风雨跪越长 根据路径预报显示 周三会由高雄屏东一带登陆 2号这段期间 早上8点台风位置在台湾西南近海这个地方 持续向东北移动通过台湾 如果通过顺利在3号早上8点来到台湾东侧近海这个地方 整体的降雨我们可以看到在南部地区 降雨依旧都是比较持续的 直扑南台湾而来 世上头一走台风南近东出 烧了护果神山中央山脉阻挡 结构很完整 西南部平原 小心强风奏雨躲不掉 短延时强降雨 尤其在花东恒春半岛这些地方 都有来到时雨量40到60毫米左右 像这种强对流一进来的时候 瞬间的雨势 甚至可能带来一些比较强的阵风 恒春半岛东北部山区 恐怕出现局部豪雨 高雄市山区台东县山区 10月1号已经达到停班课标准 还得等各县市政府而定 只不过山徒儿才刚开始发威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华语新闻宋宋志盈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